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洛杉矶新开的一家非常有趣的网红博物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处的呢 就是这个博物馆最受欢迎的一个桃子味的 一个全是这个粉红色球的池子 在这里呢我还找到了一颗真的桃子 稍后呢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博物馆里都还有些什么 好我们往这边走还有另外的一个池子 就是这边呢这边是桃子 这边呢变成紫色的全都是茄子 好我们过来 哎呀被发现了这里太好看了 我不管工作了我要开始自拍了 这个房间我一直找不到很好看的角度 但是据说呢这个房间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钻石房 我们一起去找一下这个博物馆的负责人和设计师 让他来教我一下到底这个房间用怎么样的角度拍摄最好看 好现在我们终于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和设计师 你好嗨你们好我是Crystal 卢佳琪我是这里的创办人跟设计师 所以欢迎你们来到Party with 我们开一下门 这个是我们的entrance哦 欢迎来到Party with 好我们跟着设计师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这里的每个场景 那我们每一个房间呢都是用了很多灯光啊 就是希望每个客人进来都能拍到很美的照片 然后我们的团队都是摄影团队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每一个普通人可以进入他们自己的MV来拍摄 就是像我们这个房间呢这是VIP的房间 因为我们是一个Party的理念 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你一堆朋友进来可以有那个Party的感觉 当我站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霓虹灯的效果 很多人呢也都很喜欢这个角度的拍照 我们又回到了刚刚那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房间啊 现在让Crystal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房间要怎么拍才最好看 对我们这个房间叫做Chrome 其实这个是一个high fashion会很常遇到的一种场景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客户那种high fashion的照片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We don't give a f*** room 这是WGAF 这个房间呢就是让我们去发射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啊或者不开心 但是也是可以很好玩的互动房间 这个互动就有一个Hammer这样 你可以打你的朋友啊或者做一些Pose 然后我们这个小logo设计呢这意思呢就是说ZERO LIKES GIVEN 就是你不管你有多少个LINE我就是这么窄的意思 这里呢其实很适合拍MV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做这个花房间 其实我们的团队是花了两个月 就是一个一个花这样粘上去的 然后像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紫色的房间 紫色的这个玫瑰花的其实对于华人来说 我们拍了会更好的那个效果 因为我们体色紫色的对就是肤色会比较好 像是我们这里你会看到地上会有一个有点反光 为什么会反光呢也是照顾了你的大肠腿 就是很容易这些角落你这样去拍就很棒 那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个第二最 popular的一个房间叫做Surprise 它这个墙后有一个RGB的照片 然后这个最好的拍法呢就是用你的手机调成Portrait Mode 然后站在那些Box的后面 然后这是在这里拍因为它会直接zoom in 然后就会拍的很好看 所以你是根据手机的那个人像模式已经设计好的这个距离 对我们人像模式已经设计好了这个距离 就是希望大家能拍到一些新头像的照片 因为这个背景是比较简单 所以比较多人也能接受得了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彩虹隧道 这是我们最大的制作 然后也是我们比较最 popular 的一个房间 对然后我们这个房间是很多拍照点 就是我们会先让客人进来 然后呢就让他们先自拍一下那个MIRROR的selfie 然后我们等了一下下我们的员工都会进来可以帮你们拍照 我刚刚才到过来 但我认为它是很酷 我只见了几个人 但我只是在这个房间 就是很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